因為年輕的女病人 她會比較害羞 害羞就是有感覺 對啊 她看到這麼黑就會 她們一直盯著人家胸部 對啊 讓你手中去看 恐慌症發作 在高速公路上 我說族君 你幫我叫一下我老公 我現在在高速公路上 我覺得我快死掉了 病人做檢查說 你叫他自己叫救護車 我怎麼救他 以婚外科名醫 張坤俊在節目上 學長展現出 愛家好老公的形象 如今卻身陷頭色風波 遭暴外遇院內護理師 雖然與妻子一同發聲 稱目前家庭狀況一切正常 仍止不住烈火 而張坤俊在傍晚的時候 在社群上親自發聲 先行道歉 接著表示不想回复 是因為不想引起比戰 為了避免又有一些 不必要的留言 宣布將先暫停演藝圈的工作 同時請辭節目健康2.0 但對於相關不實指控 將保留法律的追溯權 不過先前傳出 張坤俊曾多次發性騷擾簡訊 給主播鄭凱雲 這讓節目來賓鄭宇隆看不下去 發文透露 鄭凱雲及江坤俊過去一起主持 沒多久就拆火 如今終於知道原因 直言有不平之氣 若主持人沒關換 就不會出席 一個你現在那個婚姻幸福健康又美滿 那看到最近演藝圈有一些醫生外遇的新聞 遇過江坤俊醫生嗎 不認識 有上過瓜哥那個什麼醫生好辣 上過兩次 那麼多個我沒有去注意到這些 外科醫師江坤俊金船和護理師曖昧及 心騷健康2.0主持人鄭凱雲 康康曾上醫師好辣節目 和蔣醫師同台 對於桃花事件很有感觸 各行各業都會有 醫師只有醫生 就自己要小心 有時候他們也會找 半淨妹嘛 我就說不要嘛 然後他就會說 你那邊董哥你自己劉德華 長痕的樣子 他媽以為自己很帥 就這樣啦 再這樣 那個 影響 都是保護 爸爸媽媽 家人 也會說 起床的樣子 這樣我也是很困難 醫生對感情漫不經心 永遠不記得紀念日 體力不好怎麼記 真的啦 對不對 黃醫師 他用管重症的當情 黃醫師在笑 是 是 你都記不住啊 體力不好 有一次的時候 我跟他回去 回去去登記結婚 因為我在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然後那個官員就問我說 你們結婚是什麼日期 然後我講的日期 跟他講日期 同時講出來 是不一樣的 那個官員 不行 拿錯 拿錯 然後是不是還有干兵 不是啦 因為我們在國外 我們認為說是 簽那個結婚證書 那法律有效才是日期嘛 可是他的 他是請客的那天才是叫結婚 夜客那天 跟我不一樣啊 跟我不一樣啊 怎麼辦 當場不是很糗嗎 很尷尬 跟他解釋啊 所以一天是登記 一天是結婚的日期 對 你們說不好意思我記錯了 這剛剛那個數字是以前的 是另外一個 上台的一個 寫序給老婆啊 你出書 我記得我寫一本書給他 叫正妹對不對 我第一次認識她的時候 我就告訴她 正妹我認識你 就一次就如此叫你 因為在我眼底你前 那才是你真正的名字 哎唷 天啊 啊 對啊對啊 當我記得我一次的時候 我就寫這個序給她說 正妹 其實我寫這個序的時候 她不知道我寫給她 然後她也不知道是朋友看完 她朋友看完 一直流眼淚 然後打電話給她 然後她在沙發上看的時候 一直在流眼淚 那時候我 我好感動 因為我跟她說 正妹 因為你等待我們要有可愛的子女 我沒有給你 你等待要合法做遊玩世界 我沒有給你 你等待我睡覺時能安靜不吵 我沒有如此 你等待可以常常陪你吃早餐 我沒有如此 你卻如此天天準備好晚餐 你卻如此常常打好經歷她 你卻如此不埋怨 我常常在吃飯 只為了急重症的病患 她們的辛苦 所以在我的眼睛裡面 除了有了正面就是有了世界 所以我很感恩她 永遠都是很感恩她 好棒喔 各位 在一起震撼 40歲以上的男人 這位子很蠢 那一隻蠢 好蠢 很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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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 搞到不累死都只能無怨無悔 對 人家就說這樣 沒有面子 女人就很容易感動 對不對 被叫一個正妹 然後她就投降了 Chris 有感動嗎 有啊 有啦 妳看就OK 所以朋友很羨慕她就是 這麼會甜蜜蜜蜜 對 對啊 我不是甜蜜蜜蜜 我是 而且醫師 所有醫師都要跟黃醫師學習 我很少看到醫師是有這麼好的 對 對 是真的 才華那不用講 醫師很有才華 當到醫師 她這個幽默感的老婆 肯定天天都開心 來 憲哥我再補一個 請說 因為她真的很忙 然後那時候我自己要開車去 昨晚要開高速公路 然後有一天我自己就是 在高速公路上 然後我自己嚇到 就是趕快停路間 然後我就趕快打電話跟她求救 然後她剛在跟病人做檢查 她沒辦法接我電話 然後她助理接了 天啊 我說族君你幫我叫一下我老公 我現在在高速公路上 我覺得我快死掉了 然後她就幫那個阿伯病人做檢查說 天啊 對 因為其實那時候在交病房 我真的在 一個病人已經龍胸了 所以我必須要緊急插管引流下去 然後那個阿伯是很喘的 然後阿伯就聽到她這樣子 她說 黃醫師 妳要不要先去救妳老婆 可是 可是明明的話就很喘 所以我必須要救這個阿伯 所以在我的專業裡面 我就是必須要救這個 然後我老婆再好 黃醫師 黃醫師 可以說是這個 演員啊 來 陳醫師你覺得 她那個求婚的事情 其實跟我講了很久 我也都一直在用心 其實我甚至到後來常常看YouTube上面 去學一些梗 看看可不可以再 做一個求婚 好感人喔 對 她今天摺其步壯就是 來一個 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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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老婆欠她一個很求婚 但是真的 她是我生命中一個最重要的人 就跟黃醫師一樣 沒有像黃醫師那麼會寫詩詞 但是內心是真的無法 所以 謝謝妳嫁給我 因為現在又有 第二個人質在度 對 恭喜 恭喜 我只能說最近老婆辛苦了 我愛妳 我們從國中一年級下學期就認識了 真的嗎 她就開始 對 好棒 天啊 好猛喔 她就開始展開追求 那她追求的方式 無所不用其極 像譬如我生日 情人節都會 自己做卡片 手做卡片 立體卡片 還有做過勞作 她做這麼多東西 她目標都是單一 還是她要做個 做給她 互相分開 她哪有給我 沒有 她是單一 真的 真的嗎 是 真的 有證據在這兒 真的嗎 有帶來就對了 帶來是什麼 就是她手做的東西 像她還有自己縫娃娃 一個代表她 一個代表我 天啊 太浪漫了吧 太細心了吧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一直遠距離 所以她就是希望我們 能一直牽在一起這樣子 對 喂 對 還有就是每天 她就會畫一張卡片 寫一些話給我這樣子 每天 對 就是 每天 對 每天畫一張卡片 她要寫一些話 就是甜言蜜語 好厲害 對 還有很多立體的卡片 真的 對 好用心 真的喔 我原住她以為醫院的工作會很忙 你的結果還好 我一定要解釋一下 其實 我很喜歡手做 所以其實當我認識這個女孩的時候 我其實沒有辦法 因為當時我真的是 我認識她的時候 我是騎著腳踏車 好看喔 然後所以整個追求的過程 我是腳踏車 騎車 車子 對 所以其實整個過程 我一開始只能展現我的手做 所以一開始做卡片 可是我發現 女生的胃口是會養大 我今年的卡片 如果沒有贏過去年 她會覺得我不愛她 對 所以我就做做做 到最後本來手做卡片 就變成是立體大富翁 太強了吧 太精緻了吧 起點就是我家 終點就是她家 然後我們 好好玩喔 當年在學生時代經歷的 所有的點 都把它做成立體的大富翁這樣 這樣要花多久的時間啊 很快 手很巧耶 其實她這樣手做可以省包的錢 其實還不錯 很划算 不是我的省錢 我的生命當中 妳慢慢會知道 意義永遠大過於十指的 對 是真的 而且到大富翁做了之後我發現 所以後來因為我只是一個窮學生 所以我其實也稍微會寫東西 所以我那時候就開始寫 我們兩個之間的故事 因為畢竟從國一下就認識 所以其實等於是我們 我們交往了二十幾年 我們大概是兩歲就認識了這樣 兩歲 後來我就邊寫故事邊投稿 有稿費之後 再把我們的故事出成書 再結婚的時候 就是送她當 太感人了 對啊 超浪漫的 都是她 對啊 然後她擔任醫師之後 其實就是 因為她上班就是 要一直說話 一直說話 所以 擔任醫師以前 到手就不用了 所以當然醫生都已經到手了 妳就柴米油鹽醬醋茶 好好去洗衣服吧 誰的媽媽還想我跟你坐牢坐 對 台灣大福 這樣太多了吧你們 黃醫師有沒有道理對不對 其實我們集中 我是重症醫學科 他急診醫學科 其實我們當醫生真的很忙 很忙 我們每天晚上回去以後 都想要累了就睡了 趕快睡 因為我知道 所以就是我們其實 他可能下班 他就是不想講話 所以我們就變成要用LINE 用LINE留言 在旁邊然後用LINE 對 因為她們 就是已經講得很 不想說話 對 已經不想說話 太累了 所以就變成要用LINE 辛苦了 不過這也是他體貼我的地方 因為我們急診 雖然是在醫界裡面 雖然是 很嘉義 但是我們畢竟 其實我們每一半都是12個小時 而且我們看了都是集中症 病人 所以其實我能夠安全的回到家 其實我 所以事實上 其實他們常常在家裡看到的 都是像實體的我這樣 都在睡覺 所以也講得太多話 真的太累了 所以有時候真的 他也能夠體諒 辛苦了 互相體諒 對 如果真的有什麼重要是會用LINE 留下紀錄這樣子 這樣也還OK 對 對不對 人沒有互相體諒如何生活一起 對不對 黃醫師會嗎 理科腦 對 因為他好像對年輕的女病人 他會比較害羞 對 有時候我介紹 害羞就是有感覺 對 看到正黑就會有害羞 有一次我介紹一個櫃姐的朋友說 她說她感冒要去看她門診 結果看完回來 我又再去櫃 找那個小姐修眉毛的時候 她在旁邊說 我說那個就是上次去看妳門診的小姐 她說 她不敢看她的臉 好可愛喔 病人來看病妳沒看過她的臉 她不好意思看那個小姐的臉 妳幹嘛一直盯著人家胸部 對啊 沒有看臉 妳講到重點了 因為我是胸腔科醫師 她來的時候 她來的時候就是 就是胸分胸口 看胸 所以我就看胸而已 所以聽胸而已 所以其實 脖子以下都是我負責 脖子以下不是我負責 所以我沒有 我很專注在她的Focus 看重點 對 重點 胸腔 聽說你在這個阿公阿婆界吃得很開 是啊 因為阿公阿媽 阿公阿媽常常看我上電視 他們都很高興 那阿公阿媽 尤其是阿媽都很高興 那有一次的時候阿媽 阿媽 阿媽有時候看到我來 不好意思妳來我等妳好久 一直摸摸摸摸不停 不重要是阿媽更厲害 阿媽更厲害是因為 她本身有兩個癌症在身上 她還更乖乖的就看到我這樣 看到妳好心情 就是良藥看到妳好的一半 沒錯 所以我都願意給阿媽吃豆腐 給他們摸一下 給他們高興 因為看到年輕人來 看到她就覺得是一個 一個年輕不管帥不帥 體力好不好 是 可愛 可愛 可是不一定要愛 對阿媽來講 這醫生有時候 她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我身上所有的病痛 通通她來幫我處理 你都知道我信任你 對不對 我們的孩子再有錢加自在好 你能幫的是老人家什麼 對不對 是的 感恩 感動 感恩 謝謝